国歌声响起 美国纽约皇后区桥界 展开了一年一度的国庆庆祝活动 吸引了上百名侨胞参加 移民美国十年的林嘉瑜 特别带着老公与宝宝 一起来升旗 现在十个月了 然后他叫佛摩萨 对 然后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来参加 他升旗典礼 所以我们就想说带他来看看这样 庆祝行列之中 还有年近百岁的老阿嬷 九十七 八三 二十五年 二十年 美国都不来 每年来 每次都要求 给台湾平安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象征着我们侨胞们 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的向心与关怀 最主要是因为小伙伴们也看到我们中华民国 在近年来 不管在外交方面 内政方面 尤其在改革 求新求变 打造黄金十年这些愿景的实践上 都有非常好的成就 今年在纽约举行的国庆园游会多彩多姿 小吃摊 手工一摊 应有尽有 也为光辉的十月揭开了热闹序幕